是你越没学问 所以你说有学问还是没学问 那段话讲的清楚还是不清楚 其实是文化背景不同 而且我们常常在做文化谈判的时候 我们更希望说 你的谈判到底对这个文化来讲 它怎么样的表示叫做yes 什么表示叫做no 对不对 我们中国人有发现 我们一天到晚讲的都是yes but 好是好 但是 其实真正重点在但是 那好是白讲的 好是好 但是后面但是其实就是no的意思 对不对 可是西方人常常讲 我们是yes but 西方人常常是no but 不行 但是 它那个但是是开一扇门 我们的但是可能是关一扇门 所以你在跨文化谈判的时候 你要先了解 不同文化的人 他表达的方式不一样 他思维的逻辑也不太一样 然后你抓着大原则 然后因时因地之宜 你想吗 你说像中国大陆 你说沿海的跟内地的怎么会一样 那么广东的跟北京的怎么会一样 是不是 那这样的 他这样的美国 LA的跟Washington DC的 他怎么会一样 他不一样嘛 德州跟纽约怎么会一样 从大的环境里面 再去找他细分 你这样的慢慢慢慢的梳理 去整理你的谈判方面的知识 然后第三呢 在组织内部跨部门的谈判中 往往会因为部门间彼此职权而有不同的优势 如财务站在成本考量 研发站在的需求 若不已在上位的主管直接评判呢 在部级主管间沟通的注意的事项为何 我跟你讲 在内部呢 我们常讲的沟通 其实也是谈判 其实谈判 那么就提醒各位两件事情 你有多少分量 你有多少分量 你能够提多少事情 你要改 是改全部 一下都改 还是改一点点 慢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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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你要慢慢来一点 然后呢 做出一点成就 让上面的大老板 他觉得 你讲的有道理 然后你才有更多的信任 才有更多的授权 才可以往下走 对吧 要不然的话 就是在想 你有什么东西是那个部门要的 你控制什么资源 或者什么行政流程到你手上 你不签字 什么东西都没有 他是不是也需要你 你是不是也需要他 有没有什么时候 你可以帮他 当然公司如果愿意的话 公司可以办一些联谊的活动 让各部门之间都联系 一般来讲 还有个办法 去参加公司的培训 参加公司培训 就跟别的部门的人 你有机会认识 认识可能分成一组 要做一些讨论 过关 那么慢慢慢慢的 你说很多讲team building 对不对 团队建立是什么意思 跨部门 跨部门 建立人脉以后才会好用 你平常有没有来往 你又没有筹码 你又没有将议题的挂钩 这个我给你换 那这个你答应我 这个我答应你 你只是去demand demand怎么会给你 对不对 记得谈判讲的叫换 不是要 不是要 所以要看你的分量 看你的时间 一次要一点点 要一点点 然后第四呢 如果一开始 从陌生建立信任 让对方信任你 我跟你讲 所有的东西都是 登高必自卑 行远必自尔嘛 对不对 你当然是要达成一点 所以我们通常 为什么会达成 一点点的协议 达成一点协议 然后你赶快去付出实现 付出实现以后 你累积 累积了 就表示你这个人 能够deliver的 这个东西很重要 就是我会交付的 我谈了什么 我会deliver 我会deliver以后呢 我们就往下走 才能够往下走 那么就互信了 互信是累积来的 不会一下子就互信的 但是记得一件事情 有没有互信跟谈判 发不发生是没有关系的 知道吗 有没有互信跟谈判 发不发生是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 我非要跟你谈不可 就算我跟你没有互信 我还是得跟你谈 对不对 要不然你跟绑匪怎么谈 你相信绑匪吗 你可能不相信他 可是你还得给他谈呢 你相信叛军吗 他是叛军 他你不能让他 他推翻你的政府了 对不对 所以你还是得谈 有互信比较好谈 但是有没有互信 不是谈判 不会发生的原因 我们最近讲的 有没有互信 然后第五呢 如果分析历害关系人呢 那就要谈判过程中间 慢慢摸出来 我们视线五怎么知道呢 所以一定要 这就是我们讲的 谈判的局 你知道吗 历害关系人 这里面其实讲的是 谈判的局 我有多少players 看得见的 看不见的players 那这些players 他会有什么影响 那你说我 我一开始 我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吗 除非这种case 前人有很多经验 我从我的公司的前辈里面 跟我讲说 哪些人和关系人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好了 我会常讲的例子 我说今天你们公司 有环保的问题 门口一大堆环保的团体 来围 那后面的有哪些关系人 我光把这个题目给你 你要去想 那后面可能有经济利益 他可能有政治利益 但这更重要的是 今天影响你的 直接来讲 不是门口这些人 可能是你的客户 他觉得你被围了 你的祸出不了 对不对 他怎么样 然后你怎么去找你的客户 然后跟他讲说 大丈夫 没有问题 我这个货一定可以出 然后你再看看 后面有没有哪些 可能有媒体 有些媒体在那兴风作浪 可能跟选举有没有关系 对不对 那今天这个谈判 这个问题 是不是有人他想选举呢 会不会有政治人物想插花呢 那我怎么样去平衡 怎么样平衡 我怎么样的能够顾到每一边 那其实这个理想 光是我讲个题干 你后面的题目 开支散业出来 就好多东西要谈了 所以你不要急 先跟他聊 聊着聊着聊着 你就发现奇怪了 为什么他都问你卡卡的 后面有什么问题 多聊几次 多看一些case 慢慢你会找出来那些 我们叫invisible players 你看不到的一些players 对吧 想一想 什么厉害关系人 那么第六呢 如果在跨国文化期 跨国文化企业运用沟通方式 解决问题 那个我不想从你问这个问题 你讲你现在如果是个跨国企业 我碰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 这个跨国企业 我们是台湾人 那你今天在这里面 假设你这个德国公司 你老板是个德国人 那这个德国人 德国的老板他在乎什么 那有的人讲老师 不是啊 我老板是德国人 可是后面的大老板是日本人 可能这家公司 这个report到东京 不是report到东京是一回事 但是你老板的形式的风格 还是德国风格 德国人会什么呢 谨慎 德国人相对比较谨慎 而且他爬到间的位置不容易 所以你跟你的一个东西 你要德国人去take risk 你说要德国老板 支持你做什么 你得先告诉他 如果不成的话 你有什么样的backup 谁会来帮忙 你有什么备案 当老板发现 你的所有的意外状况 都准备好 你都有备案了以后 他知道的情形 那相对来讲 你就安全一点 他也许比较容易 接受你的方案 你知道吧 你的是不是backup 所以在跨国企业中 跨国企业 那当然了 有可能你们更复杂 我们今天就谈不到了 比如说你们的企业是个 以前有同学跟我讲说 他跟人家谈判 一家英国公司 跟个荷兰公司合并 然后他们派驻在上海的 这个office 这采购 而那个头是个 这个美籍的华人 或是个华裔 是个Chinese American 所以在这个Chinese American 他基本上是Chinese 可是你要看他 他在美国多久 他小时候就在美国生的 他基本上Chinese American 那个Chinese不make sense 他就是一个American 对不对 那你说公司是德国 跟英国合并的 那先不管 我们还看他的公司多久 他有多少的公司文化的影响 还是他自己美式风格的影响 德国和英国合并的公司 是影响后面的制度 但是前面你接触那个人 就是那个 那个 简直来讲 美国人 对吧 所以这么讲说 这跨国企业 那么 然后第七呢 其实 达那些人的双银 跟我们刚刚才谈过了一样 第八 如果好好说话 而不撕破脸 通常啊 我们通常 这是 这是沟通的问题了 但是我只教你一点 我们通常讲话 都是给人家留个余地 余地 尤其啊 比如说我是你老板 我是你老板 那比如今天我跟你讲说 A推到B 那你就 其实我讲错了 你知道吗 A是推到C A是推到C A不是推到B 那你是 你是我属下 你跟我老 我是老板 你不能讲 老板你讲错了 A是推到C了 怎么会推到B 然后我告诉你 没有 不是每个老板 都很大度量的 所以你一定要跟我讲说 老板 A到B是对了 但是有没有可能 他也可能是C啊 就是你给我一个回旋空间 留个面子给我 对吧 你说有没有可能也是C 我说 好像 你讲对啊 好像也有可能 这样才 这样子我才会缓夹 你什么事情都你对 你都站在理上 那一定翻脸 对吧 那一定翻脸 然后呢 然后如何形塑自己的风格 其实我们一般来讲 不管你的什么风格 都没有关系 你是黑脸 就是唱黑脸 你白脸 就是白脸 让各位记得一件事情 什么呢 始终如一 就是我要让我自己 比如说我个性温和 我唱白脸 我就forever白 对吧 当我个性我很凶 我唱黑脸 我forever黑 你不要忽黑忽白 忽黑忽白 人家很难解读你的行为 而且觉得你在家后 做事不靠谱 所以你的风格 而且很多时候 我们定了这风格 常常就是没有例外 没有例外 就你要选择 你什么样的风格 那你如果真的就选择 你是一个善变的 随时见风转舵的 那另当别论 也许也是你的风格 但基本上 很多人不会玩到 那么大 就记得 你选定一个风格 然后你的东西 尽管被有例外 其实呢 如何和老板上次进行 谈判 也取得更多的资源 通常 记得 我们讲说 所有的大成功 都是小成功累积出来的 知道吧 都是小成功 小成功 老板不会一下 就给你很多资源 如果你过去 没有任何的成就 证明说 你有这个能力 然后你叫人家 给你的资源 他为什么给你 这是一个 然后第二呢 你要晓得 他给你以后 他损失什么 他损失什么 是不是他可能 有些东西 老板可能是 某一个部门出身 他也许有私心 那个部门 他有些资源 想给那个部门 如果这是一个 我无法扭转的现象 于是我要考虑 我是不是跟那个部门 做某种合作 我不要跟那个部门 去对抗 因为他是皇亲国妻 我怎么堂聚得了呢 某一些部分 我可以跟他合作 让老板把东西给我 但是我也会分到 他的喜欢的部门 也拿到一点 所以这里面 就是我起码 总比没有好 你知道吧 这个里面是我们 拿到一点 让我们看看 这中间怎么做 这是我跟你讲说 这个 然后第十一呢 如果捉住 对方谈判者的心 而不是各说各话 那当然就是听嘛 你这个讲的心 基本上我们讲的 就是多听 多听 多听就要心 我们常常讲 不过这个问题 问得很好 我觉得谈判跟辩论 有什么不一样呢 就在于辩论 是要封他的口 谈判是要赢得他的心 你是要封他的口 还是赢他的心 这做法是不一样 但是我基本上要多问 只有多问 才能找到一个东西 切入点 第十二呢 如何做商务谈判前的 情报收集 已经谈判当下 零进一遍的技巧 事后的追加回补 其实你这就是怕后悔嘛 对不对 这句话 这个题目就是怕后悔嘛 那后悔呢 我们就是说 我有没有后悔的 我要买后悔的机会 你看好 比如我举个例子 你看你在网站上 订旅馆不也这样吗 你如果说 要买个后悔的机会 你就可以到最后一天 24小时前 你再取消 不放任何钱 但是那个比较贵 对不对 那比较贵 那你说 现在就下定 那比较便宜 但是不能反悔 对不对 那就是说 你要不要买一个后悔的机会 那你说 我怎么晓得 今天到那个时候 有什么状况啊 那是什么时候 疫情是怎么样 你可能不知道 对不对 于是我可能资讯不够 或者太多不确定性 那就花钱嘛 所以他基本上的情报 是这样子 一个是时间 一个是金钱 一个情报 对吧 所以基本上 我们讲到 这一个是时间 一个是钱 一个是情报 这三个中间是互换的 是trade off 时间 钱 情报 我可能没有情报 我有时间 那我就用时间去等情报 或者我没有时间 没有情报 我有钱 我就买情报 对不对 就是这里面 总有些trade off 一些换 换 时间 钱 情报 你要一定要现在做决策吗 如果现在做决策吗 那要么 如果说 一般我拖时间 于是我谈的结果 就是阶梯 阶梯 阶梯 那么我的业绩到什么 他是多少趴 什么那多少趴 或者就 比如说我写书的版税 几本到几本是多少趴 几本到几本多少趴 或者我今天谈个上架费 我跟Watson谈个上架费 对不对 然后他几趴几趴 他就是一个问题啊 那么就是 我用时间 我拖嘛 我划线不要马上做决定 我花那时间 我拖一下做决策的时间 阶梯法 也是一个 拖一下做决策的时间 第十三呢 如何进行跨组织 跨部门的谈判 那说的话 长得要讲六个钟头 七个钟头 我们现在谈不完 谈不完 你看我和风谈判 我是枫林火山的 这山子卷 啊对了 如果你没有时间上我的课呢 最近有一个平台 我想各位看到很多广告 不叫做赛特知识卫星吗 Satknowledge Satknowledge 赛特呢 它是一个平台 它卖我很多的课程 那我很多的这个录播的课程 刚好风林火山四卷 在赛特上卖 它打折是打到这个月底了 啊 那么我觉得上线上的课 有个好处就是 它是比 它是我全部的实体课程的半价 让你别的任何时间都可以看 啊 那那个山呢 一卷大概就七个钟头 七个钟头 所以我这里就谈不到啊 但是这跟各位讲一下 第十四呢 如何准备不同文化谈判 我刚刚也大家谈过了 呃 它有一个架构 我有一个谈判的课是讲到地质卷 地质卷会谈到这个 但我刚刚已经跟你讲了一点 就是它基本上啊 你们会碰到很多不同的人啊 它的架构 比如说 比如我举个例子啊 呃 我在很多EMBA上课 那EMBA呢 同学常有的课叫 跨文化 对不对啊 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那跨文化呢 EMBA以前还有一地教学 那我就说很多学校EMBA没有 这课没有设计好 你知道吗 你跨文化的教程了解不同的文化 有的老师把你教喝红酒去了 啊品红酒啊 我们了解不同文化东西 那是一个部分 其实我觉得跨文化东西 应该和一地教学去联合起来 比如说啊 接我们到泰国 你到泰国 当然就看曼谷 为什么是设计之都啊 曼谷为什么啊 他是他为什么曼谷行啊 台湾不行啊 等等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更重要是看什么呢 你去问那些在曼谷的台商 你去问他 说你们第一次刚到曼谷设厂的时候 那你管理这些泰国本地的劳工 你有什么文化冲击 有没有什么东西 你觉得在台湾是可以的 但在泰国这边不可以 他办不到的 你知道吗 同样道理 你今天在泰国 你到越南到什么都是一样 我觉得因为有些台商 他已经在那边待久了 待久了 他就忘掉了 他的这个这个天线的敏感度已经顿了 顿了 需要各位你们到当地参访的时候 记得要问这个问题 你问的问题 能学到东西 你知道吧 学到就是说 你就让他回想一下 当当初的Cuture Shock 他是怎么样融到泰国 或者越南 或者缅甸 他怎么融下去 为什么我们在台湾人觉得 这句话没有问题 在当地就是一个问题 为什么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文化 文化双融吗 这就是文化双融 你想要吗 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 泰国的电视剧里面 有用婆媳之身 其实没有 为什么 都是小家庭 没有三代住在一起 比如这样 或者你看 日本人 日本跟我们很像 对不对 可是日本人 为什么没有 租九族 他有武士自杀 他们租九族 没有 他的家族的观念 跟我们不一样 他都是给别人做养子 那那么九族怎么算呢 对不对 他的Cuture 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在这里 你要这样子有个背景 你在当地看 你得做好文化的准备 那如何学习谈判 成为一个好的谈判者 那当然要有方法 所以我讲 你找我的书来看 我也告诉你说 你找我的Podcast 刘碧荣的谈判书房 那是我的Podcast 可以看 那么好的谈判者 当然就有一点心态的问题 也有说 你要怎么去准备 你要多看case 要多练 但是你要 基本上要有架构 所以说 为什么我那个书 给你一个架构 就是这样子 没有架构 你是经验的堆叠 经验一片一片 摊在那堆在一起 他没有骨架 他站不起来 成不了一个人形 就是一堆烂肉 推在那边而已 然后呢 第十六 如何双赢 等一下我会跟 如果我们再挤出一点时间 跟各位讲一下双赢 第七呢 十七呢 好谈判者哪些特质 我刚刚讲过 一样的 你就是 其中有一个东西呢 你不能有洁癖 你知道吗 那么 我上次讲 一个好谈判者 不能有洁癖 不能有洁癖 因为谈判呢 我们要容忍 赢者不全赢 输者不全输 所以我常讲说 全赢叫做白马 全输叫做黑马 白马拿不到 黑马不甘愿 你只能习惯接受斑马 你不能接受斑马 你要不然就全黑 不然全白 你根本就不适合谈判 因为你不会compromise 你不会妥协 所以这里面 然后在 有可能在更好的前提下 和谐完成谈判吗 这里有个前提 有可能 那当然有可能 但是第一个就是 就是前景啊 这个大饼很吸引人 大家非得合作不可 要不然就是我们两家关系 已经绑在一起了 谁都离不开谁 非得合作不可 不然 不然我们两个全死 你知道吧 全死 所以我们常常讲 所以在这里面 有可能有共好前提下 有 但那是理想 我们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 但有的时候呢 对方也许不认为 所以你要让他知道 那么有这种可能 没有信任基础 如何进行谈判 第十九题 重叠的利益 重叠的利益 对吧 重叠的利益 是把我们大家 粘在一起的最关键的东西 不是信任 如果我们空有信任 但是我们没有重叠的利益 我们不见得会粘在一起 可是我们要有重叠的利益 非常重要 我讲个小故事给你听 以前我在个保险公司上课 保险公司经理 跟我讲个笑话 笑话 他说有一个 有一个太太呢 在家煮饭 炒菜嘛 先生回来 先生回来就哀声叹气 太太问他说 发生什么事 他说今天健康检查 他报告出来了 我得了癌症 不过你放心 我你买了保险 你下半辈子生活又着落的 然后那太太说 哎呀 摸呆摸鸡 不要把自己吓坏了啦 那谁谁谁也得了癌症 那么咱们就没事 哎呀不要 心情最终没有 赶紧换衣服 准备吃晚饭 先生就换衣服 换衣服 太太继续炒菜 越炒越不对劲 然后就问先生说 哎 你刚才讲那个保险公司 是哪一家的 知道吗 夫妻关系也不过是如此 你可以不买保险吗 也就是我们都说 最后到头来 还是一个关心的 有一些重叠的利益在这里 有没有啊 那么那如果只会辩论的 谈判的人呢 如何应对 不理他吗 因为基本上谈判讲的是power 谈判讲的是power 谁有求于谁 谁有求于谁 他有求于我的时候 或者对不对 那我就不 那他只有听我的 对不对 那有人 那你可以这样冷静吧 因为他不会 他只是在辩论吧 他在辩论 他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 那于是我们讲说这样 我可以跟他讲说 你这样谈 对我们关系没有帮助啊 对解决问题没有帮助啊 我们应该找到 大家重叠的利益 你不要回他 因为他一骂你 你一回他 你们两个冲突 就是螺旋一般升高 你最好让他一拳打在棉花里面 对不对 要不然你不要理他嘛 你就等他骂完嘛 等他辩论完 你说这样没有意义吗 这样对解决问题没有帮助 没有帮助 如果他真的还需要你 他又离不开你 他也不能拂袖而去 他就坐下来谈 二十一体 面对不同文化谈判 应该先展现诚意 抛底线 在对方定夺 或者对方的底线 我们电夺 我跟你讲 这里面呢 这句话诚意是对的 底线是错的 我问你 你抛底线 他会认为那是底线吗 他会认为那是底线吗 每次日本人谈判也都是这样子 最后这是底线 最后底线 最后底线又可以再修改一点点 所以我们从来不相信 对方说那是底线 那所以你抛底线是没有用 懂吗 你要留一点 留一点让他有一个杀架的空间 这是人性 这个文化没有关系 他整种希望改一改 有谈判可以不让步的吗 有谈判可以不修改立场的吗 你是干嘛 你是来demand的 你是来neagle啊 只要让一点吧 modify一下你的立场嘛 对不对 所以呢 诚意是对的 但是你抛底线 人家不会认为那是底线 对吗 所以你要留一点空间 针对不同文化修正或者微调 他们风格的要点和步骤 其实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看我们在哪一国 比如说好 我举个例子 比如我在上海上课 上课呢 我就跟这个 我跟个芬兰公司上课 他那中国区的老板是个美国人 那我就跟他讲说 我们中国人讲话是讲半句的 我跟他底下的高干 那高干就跟我讲了 可是我美国老板说 中国人这种谈判方法不对 不好 我说我告诉你 这不是好不好 这就是文化 你老板讲的话呢 那就老板没学问了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如果到了西方 我们要学会在西方那种 直接的表达方式 但是西方人到东方 他必须适应东方的见解表达方式 知道吗 就是看再两个地方 你看我们人与人的距离也不一样 我们中国人在一起讲话 我们的距离会稍微远一点 可是你到一些国家 Amigo 拉尼美洲 可能距离很近 那我们到底跟人家讲话 是距离远还是距离近 那我看你在哪里 对不对 以地主为国 地主国为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这修正或怎么样 那大概你根据他的想法 另外还有抓到 比如说我在欧洲去 跟哪一国人去谈判 有的国家呢 他觉得谈判是可以发脾气的 有的文化觉得不能发脾气 你要能够自我克制 德国就是这种 但是法国是可以发脾气的 对不对 那你要你怎么要调整呢 不是说我跟法国人谈判 我也要跟着他一样发脾气 不是 我跟法国人谈判 我要晓得 他的发脾气只是一个game 那是一个show 他今天跟你发脾气 吹胡子瞪眼 明天可以云淡风轻 跟没事一样 对不对 那我心里要有准备 我EQ要高 这就是一种调和 然后呢 第二 第二三题 商务谈判 有三专利合作 该如何不知道 对方可能获利的规模下 取得最大的社会权利 一般来讲 美国人通常做的方法是说 我现在授权 比如我今天授权利 我多少权利 对不对 那是在什么情况下 那如果哪一个情况改变 那这个东西要重弹 就是我给他的都是conditional conditional 就是如果我是给他 不知道对方可能获利的情况下 如果你要授权给他 那他授权给你 那就另外一回事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一般来讲 就是我们要授权给他的话 总是有个condition condition 那或者你还是最回到最原始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的目的是要进到那个市场 还是有什么目的 那事实上美国人现在谈到专利呢 他其实倒不是根据专利去做成品 他是这个专利出来 他可能用在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 很多地方天马行空想 可能用在衣服上 用在穿戴上 用在哪里 用在互联网上 用在什么东西 然后每一个相关的专利都 挡挡挡挡挡 他都申请专利 你知道吧 要不然人家一下子找到地方 崩一下突破出来 你就没想到 你以为这个专利只会用在汽车上 结果你很便宜卖给他 结果他把他用在汽车 end用在衣服上 哇你就没想到 对不对 所以老美有些law firm 他现在是找那个艺术学院的老教授 一起天马行空在想 这东西将来可能怎么用 有时候当然会漏掉了 所以有的人后来设计一些condition 设计什么情况 然后呢 创新的谈卖剧院哪条件 我只讲一件事情 那个做来就话长了 但是就讲到贾伯斯 贾伯斯的创新呢 就是贾伯斯他走在前面 他认为整个谈判就是导引的工作 所以他跟他的客户 他跟他的工程师跟谁谈判 每一个细节他都完全的掌握 这样他能保证最后谈出来结果 能够走到他想要的方向 所以他们贾伯斯他们叫steer 就是驾驶方向盘呢 就是开开船一样 开车一样 一定走到那个方向 有的人谈判 他是大拉拉的 川普谈判就是大拉拉的 抓个大原则 细节不怎么准备 但是贾伯斯是绝对细节都准备 都能够掌握到的 那这个创新谈判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我们今天没时间谈 但是告诉各位 你想看 你创新 对不对 你要跟金主去谈 你想到当年马斯克 马斯克他特斯拉 还没做出来的时候 他怎么通知 说服多少人钱投给他 你记不记得 以前我在别的 比如说我也讲过 一讲坏血的故事 讲那个戏骨 那个女骗子 Elizabeth Holmes 我跟你讲 马斯克当了特斯拉 什么当他这个SpaceX 什么东西都还没做出来之前 有人就说 哇塞 会不会又是一个 Elizabeth Holmes 可是他能够这样赢 他能够怎样说服他 然后就找他钱 对不对 这个创新的还很 这个说来就话长了 就让各位知道 但你抓一个 贾伯斯的steering 这个很重要 那创新跟谈判的关系 这里我刚刚也谈到 只多讲一点点 你是一个RD的头 你怎么管底下这些人 我本来有帮各位准备的讲义 谈这个 RD的头 我们讲创新 各位你知道吗 你是创新的头 你是RD头 面厉害 你底下每个人都很厉害 而且很厉害的人 常常就没有纪律 然后呢 民事派 有talent就没有discipline 有discipline就没有talent 那你怎么去管这些人 你需要一个管理 你需要跟他neagle 你需要谈判 你才能发挥 你们创新团队的纵效 不然创新永远只是口号 就说你跟谈判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 26题 买东西时 如何借由谈判方 知道价格已经杀到底下了 其实 这就牵涉到谈判 有一个很重要的迷思 我们真的是杀到底线吗 其实我们根本不是杀到底线 我们是杀到性价比最高的时候 我问你 百货公司服装专柜 换季大排卖 他今天是八折 七折 六折 五折 四折 三折 二折 都有可能 你会等到二折时候再进场吗 不会吗 二折时候 那么不熟 所以你可能在前面进去了 对不对 所以你可能前面就进去 八折就进去了 你会等到底线吗 不会吗 不会吗 第二期 当时间急迫时 没有办法是做资讯 他们可以收集资源观察 协助判断 这我刚刚也讲过了 你说不要被带着跑的情况 就提醒各位一点 你要知道你要什么 你如果我们常常谈着谈着 很容易受到情境 情绪氛围的影响 哇一路就跟着追 或一路就跟着跑 我根本忘掉 我都有停损点 你知道吗 到时候没有拿到 我就退不完了 所以是稍微冷静一下 当你发现你自己不小心 你这样特别追的时候 要稍微冷静一下 然后第八碰到真正创传者 如何应对 这我们刚刚也讲过了 节奏 节奏我们再谈不到 节奏 节奏讲的 但是我讲到一件事情 谈判的课呢 我通课 比如说我谈判风林火山 风 我基本上讲的是好 但是林的课呢 我强调是混 混就是节奏 永远知道 任何东西都有一个时间元素 虽然我今天没办法谈到 但是题目很好 time element 我这个书上有 time element 时间元素很重要 上级长官如何表现 不卑不抗哪些小技巧 我跟你讲 不卑不抗 那一般来讲 那种表示你很谦虚嘛 而且你要有专业 我跟你讲 不卑不抗不是装出来的 你必须有足够的专业 你可以respect respect 你知道吧 你尊敬他 但是你不需要去谄媒他 这就是不卑不抗 太谄媒 很讨厌 而且你总要是真正有料 长官也只有看你了 那谈判用文化加科技化嘛 你跟不同的文化背景 当然就文化 对不对 科技化有用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谈判 越来越专业 比如说我是拿科技来算给他看 你知道吧 你要取信人家 取信人家 于是我只要有件证据来支撑我的立场 于是这就是科技化 他们劣势该如何扭转局面呢 通常一个季节 十 你抓到的时间 然后人 有没有人可以借力 你知道吧 人可以借力 然后什么事情 他刚好需要你 这个劣势 可以把扭转局面 那么谈判用在生活中 那太多了 太多 太多了 你今天下课 今天完了以后 我觉得我们今天不小心拖了你的时间 下课你就被你先生被你太太骂了 什么课上那么久 你就要去谈判了 我把那边扯半天 对不对 成功的关键 他当然 我问你 这个这题是看起来简单 其实是个好问题 什么叫成功 成功 我跟你讲 谈判重要的不是赢 你知道吗 你说谈判重要不是赢 那是什么呢 谈判重要的不是赢 它是利 谈判重要不是赢 它重要的是利 有的时候赢而没有利 那个赢是白赢的 那谈判的训练 从多年多大开始 我跟你讲 小学的时候就可以开始 就是重要的 不是教你小孩 伶牙利子 去讨价还价 你知道吧 小时候就教小孩 怎么样去解决冲突 怎么扣叫 你让一点 我让解决冲突 以前美国人 他有设计一个东西 就学校里面纠察队 他们不是去计分 什么的 他是一个 他美国有个调挺 校园调挺 两个冲突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调挺 他们的冲突 去调解 那这个要有技巧 就越早学 越发现 你不会害怕冲突 这是个重点 谈判的结构 那是看我的 我的书上就谈判的结构 但是我这里刚有一点小东西 我要让各位先谈一下 那么我们来各位看一个东西 我们想说双赢 每个人都名的双赢 双赢的理想和实际 其实谈判讲的是 谈判学界本来讲的叫非灵合 非灵合 non-zero-sum 我在讲义 我会送给挂当你们 给神主老师 在挂当你们群组里面 他是赢者不全赢 输者不全输 也就是谈判者愿意跟对方 愿意跟对方 愿意跟他解决冲突 交换一些让步 达成协议的时候 有意义的谈判才会真正发生 所以我们谈判讲 交换让步 我需要跟你一起解决冲突 我愿意跟你交换一些让步 我让点 你换我一点 谈判才有可能发生 所以叫赢者不全赢 输者不全输 并没有双赢这个名词 没有 双赢的名词是哈佛学者 后来提出来的 我觉得与其说 它是一种谈判技巧 倒不如说它是个心态 一种愿意留一点 给对方的谦卑 留一点就是双赢 是留一点给对方 为什么呢 你看 那我留给他 至于对方认不认为我谦卑 或者认为我只是施舍 或者他认不认为 我留给他的东西 就是他要 比如说我留一点给你 对不对 赢者不全赢 输者不全输 我说我留一点给你 他更不要 我说我们双赢 我留一点给你 他说你那东西我干嘛要 那怎么叫我赢 那他这样想 那我就没办法了 对不对 我就没办法了 那比如说我可以拿100分 但是我现在我只拿80分 留20分给你 我觉得我很不错 可是问题是 你觉得我留给你那一部分 不是你要的 对不对 那就没办法 那就那什么叫赢呢 我留给你 你不要那也不是赢啊 那我就很谦卑 你说那哪叫谦卑 你这接来识 所以这就理论跟实物就有差距了 对不对 即便是如此 双赢问题还有很多面向可以讨论 我们先从赢者不全输 输者不全输的概念讲起 其实我们介绍的解题模型 因为你如果上我谈判课 介绍解题模型 把柄做大 切割 交换 一提 挂钩 都是为了落实赢者不全赢 输者不全输 我们讲的谈判的原则就一个字 换 这就是双赢 经由交换的行为 换到对彼此都比较好的结果 换 只是有的谈判者对双赢两个字 特别敏感 所以有时候我会用 一起把柄做大 来取代双赢的提法 为什么敏感呢 我问你 请问双赢的要求 通常是谁提出来 应该是弱者吧 因为这场弱者的诉求 双赢双赢 所以一位宾州大学教授就说 哈佛教授喜欢说双赢 可是他只要一听到 对方提出双赢两个字之后 他的神经立刻绷起来 他说心想 他是不是觉得我要的太多 所以喊出双赢的口号 想从口袋里 再挖点东西回去 他是不是想这样 所以他不喜欢讲这个字 所以我比较喜欢 用一起把柄做的说法 来取代双赢两个字 其实弱者向强者诉求双赢的时候 常常要的只是少数为盈而已 对不对 双赢一下了双赢 比如说弱势的卖方对买方说 我答应的条件 但是某种情况可不可以例外 你今天一定要我独家 好了我答应给你独家 但是某种情况可不可以例外 这就是弱者 划反对为条件的做法 所以我说严格来讲 不算双赢 常常跟我们讲说弱者怎么谈 我们就是划反对为条件 把你的objection变成condition 只有强者主动提出双赢 他才有可能双赢 那强者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这样才能成事 当年美国总统主张的 less is more 少要一点成就多点 就这意思 因为你如果都要 最后人家反弹的机会就很大 少要一点 另外就是商业谈判上 是要维持长远的关系 因为风水轮流转 谁也不知道 虽然今天我们强 但以后会不会也有求于他 所以我放点给他 就谈到关系呢 又带出了另外一个问题 关系跟利益熟众 西方人东方人 对关系利益的看法不太一样 西方人维持关系 目的在增进利益 东方人牺牲利益 目的在维持关系 对吧 但是有时候这个牺牲 有让人蛮不甘愿的 为什么都是我在牺牲利益 维持关系是双方的责任 他为什么不也牺牲一点 或者说维持关系的最终目的 还是为了增加利益呀 我这打错了 如果是这样 那我们就要先想好 我愿意牺牲利益到何时 委屈跟求全之间 可有停损点 我们常讲委屈求全 委屈求全 委屈到什么时候 如果还不能求全 我说就不委屈了 我维持关系 维持关系维持关系半天 都是我在牺牲 那这关系还要维持下去吗 我们到底要求的是什么 也有人举超商到社区新开店的例子 说明双赢 他说超商为了争取社区的好感 开幕式达了很大的折扣 所以社区居民买到了便宜的商品 这是赢 超商获得了社区的信任和接纳 这是赢 所以是双赢 这没有错 但是打折总不可能一直打下去 总有结束的一天吧 这就是前面讲的双赢 也要做到关系跟利益之间的平衡 我一直打折 但是我没有利益 可能吗 所以双赢也是 双赢为了维持关系 但关系跟利益中间要个平衡 还有一种双赢 是双方对前景认知不同 所产生的双赢 过去每家公司要委托投资银行 卖到它底下一家子公司 投资银行估计 这家子公司大概可以卖250个million 因而提出1%的服务费 因为他们服务至少要收2.5个million 这才划算 但是公司认为 他们这个子公司可以卖500个million 投资银行要求的1%服务费 就是5个million 太高了 只愿意付0.625的服务费 也就是银行要的服务费 是250million的1% 这也是银行最低的收费 2.5million 那家公司愿意付的是 500million的0.625 银行坚持拿的2.5million 客户坚持服务费 只能付售价的0.625% 最后的协议是 银行同意服务费 只收售价的0.625 那么但是客户呢 保障银行的服务费 0.625 这比客户愿意付的 500million的0.625 还要少 客户自然同意 但银行有了保底 以利于不败之地 银行也赢 前面客户赢 大家都赢 这就是双赢 但仔细来看呢 这个双赢之所以能达成 是因为双方 对经济前景看法不同 所以心里都暗自认为 自己赢了 所以两个独赢 构成一组双赢 当双方要东西不一样 时候容易达成双赢 表公司服务专柜 换一大拍卖 观众为了出清存货 打了很大的折扣 最后客户买了便宜的衣服 客户赢 厂商出清了存货 厂商赢 这就是双赢 如果我们把客户界定 一饼做大 我们也有意愿 也很努力 说服对方 跟我们一起努力 可对方就一定会听吗 所以我最后讲这个 也加一两个合作 从零做到三十分 只要告诉你 可以一起把饼子来做大 做到六十分 如何 加一 本来是零 他要做到三十分 加很高兴 他说 together we can make it 他说 我们要做到六十分 好不好 结果呢 已没反应 已没反应 本来大家以为说 一定说好啊 好啊 好啊 但是已没反应 问题出在哪里 我要双赢 但是他没有跟我双赢 问题出在哪里 好 第一个 可能以格局不大 他觉得我三十分就够了 可能以资源不足 可能格局不大 可能资源不足 所以你要换人 对不对 可那别忘了 我主要还跟你讲这个观念 三十到六十 提醒你 把饼做大 不是靠说的 是靠投入资源的 所以这时候 要必须换合作伙伴了 因为他没钱 你双赢双赢 他就会赢吗 又跟你双赢吗 不会 没钱 投入时间不划算 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 因为可能有另外一件 更重要的事冒出来 必须先处理 所以他 你觉得这是因为我们是双赢 这事件很重要 他也觉得重要 但是他现在有别的事情 更重要 更重要 还有一个可能 是冒出来一个饼来抢乙 别忘了 有人会改变 饼出来告诉乙说 乙啊 你跟甲干嘛呢 当然跟我嘛 你跟甲的话 对不对 甲能分你多少 甲能给你的 我都能给你 甲不能给你的 我也可以给你 我给的比还多 乙就心动了 就被抢亲了 嫁给饼啊 所以双赢 讲讲 就不见了 知道吗 所以这时候 甲要对你强调 他的投入是饼 无法替代的 无法替代 你不要被饼蛊惑 没办法替代 记得 没有一件事情 在真空里面进行 也不可能在时间里面停滞 所以人会变 比如说冒一个饼 或者我们内部 有什么新的领导出现 他不同的想法 所以他不想再玩这个game 所以没什么好双赢的 事会变 比如说冒出一个更急 更重要的事 权力也变 比如说我经济出现困难 无法继续把柄做大 这时候双赢的定义 就会改变 双赢就没办法推下去 对不对 就会没办法推下去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我们常常讲双赢 双赢 但是我就带各位讲 理论跟实物的差别在哪里 什么叫双赢 是谁讲的 强者讲的 还是弱者讲的 然后双赢以后 我到底让多 是不是有人很怕双赢的两个字 是不是 那我们讲双赢 好 那我今天是强者 我让点给你 你根本不认为那是双赢 你认为是施舍 所以你也不高兴 我觉得我做的很好 但是他不高兴 或者我觉得我们都已经做的很好了 我们把柄做的再大一点 双赢不是从零开始 我们从三十开始 往六十走 可不可以 就发现没反应 没反应 因为很多事情已经改变了 所以我们希望双赢 但是双赢的理想和事实 还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够完全的落地 所以大概我今天就十点钟 大概我今天就准备到这里 好吧 那我们先把时间 我们就还给神主 那是好吗 感谢感谢教授 教授今天做了一件三赢的事情 把双赢扩大 首先教授就已经把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的疑问跟问题各自的解答 所以我相信在这个听讲过程里面 自己的问题被解惑的这个感受一定是很强 然后后来给我们这么精彩的一个分析 好那在我们进入到比较 在深入QA的部分 像我就有问题 我们先来照个大合照 所以教授请帮我停止分享一下 我们一起来照个大合照 魏银出来了 好OKOK 好 那我可以请侍松帮我忙吗 好的 等我一下 可以啊 谢谢 可以 教授你要不要喝口水 辛苦你了 好没问题 没问题 来看看 请大家开视讯镜头 谢谢 好 请大家开一下视讯哦 今天教授讲的赞不赞 请请个赞哦 教授要请稍等一下 今天线上有差不多一百九十几个 刚刚有冲到一百九十六个人 所以视松可能要花点时间 麻烦你了 OK了 OK 感谢感谢 谢谢 好 谢谢 非常感谢教授辛苦您了 在这个分享的过程里面 我真的是觉得学习很多 而且我也做了一个小小笔记 等一下我会分享给大家 因为今天的时间是比较有限的 可是事实上刘教授在很多的讲座里面 都是有他的一个结构 那还有他的故事 那个故事其实是让我们可以记得更长久 那所以高度的建议大家在您想要更全面的了解这个谈判 精华课这样子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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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级我们教授33年的这个经验大臣呢 务必要买这本书 那呃呃呃呃这个受惠受用最多的会是自己啊 那今天我们会我们接下现场的三个问题好吗 因为教授已经帮我们解答很多的问题 在他信手拈来 任何的一个问题都可以马上的做一个回应 我相信大家在提问的这些人是可以得到很多的分享的啊 那请问线上有没有人有问题 先上我想他们问题都提供给教授了啊 有一啊可是我有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教授可以跟您做一下请教吗 好 好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觉得呃呃谈判这一件事情 其实他是需求呃就是他可能需要很多的这个操练啊 然后跟素养那教授我们怎么样可以像您一样 也许只要你一半或三分之一的功力 我们可以怎么去做 让自己有一个这样子的呃谈判的心态跟素养 能够全赢双赢然后又能够取得信任 然后又可以不卑不抗 对这是一个好问题啊 那么其实很多跟我学谈判的人呢 他们就基本上有个概念就是 你后来发现你谈判是一个思维方式 这方式你看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啊 常常我们看事情角度就不一样了 我们想说哎那终于我们看到解题的方式 有没有办法呃那么只要交换啊 有没有办法从这个议题的定义上面去换 就是当你对冲突开始开始很关心 然后当你很想就找到解题方式的时候呢 你就已经进入到谈判研究的一个境界啊 所以我大概讲说第一个方法呢 就让各位能够你们可以多呃就是当然当然了 就是说看书上课啊 那我刚才讲说你找我的podcast啊 就你我有podcast就是刘碧荣的谈判书房 那么书房呢我基本上已经我是准备做一百集 我当然已经做了七十二集了啊 那么七二集就每一集有十分钟左右 各位每天你就要持续的听啊 听个这十分钟啊十二分钟的东西 水滴石穿嘛慢慢慢慢让它变成你的一个基因 然后呢当然有机会要练啊 那我还在找机会说你上他上我谈判课当然是可以练 但是如果没有机会上课的话呢 我也可以考虑我们在线上做一些 大家都看完书了 呃我们来做一些谈判的工作方 大家分享一些case 讨论一些case哎 我觉得这样子是蛮好的 而且而且在网络上五远福建嘛 北中南各地都可以来 然后因为因为我自己在谈判社里面几个工作方呢 因为有的时候有还有国外的人也想参加 但是国外参加 但因为碰到时差的问题 呃所以有时候就兜不起来啊 但是我们就说如果以台湾的人 我们先这样来看的话呢 呃找机会大家去看完书 那我出几个简单的考题 大家考考看看你到底懂不懂 那就有基础的认识以后 那我们来做一起几个社团一起合伴 几个谈判的工作方 我觉得这会蛮好的 非常好非常好 所以我们要先做功课 才能参加擂台竞赛 好是所以那教授我很好奇请教您啊 就是在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 在你青少年的时候 你怎么养成走向这一条路 哎呀你这问的是好问题 所有的东西呢 其实都是一个 都是你看哈 因为我当年在美国的时候呢 刚好就念了一门谈判的课 谈判课呢 这位教授 因为我一个学长 跟我讲某某教授教这个谈判 教得很棒啊 我当年硕士的时候 那是四十年前了 我说好啊 我就念 就念完以后呢 不小心在班上得了最高分 得了最高分 得了最高分 那我就想说 哎那滚老师就有点缘分了啊 这有一次我在走廊上碰到他 他就问我说 你最近的忙什么 我说我忙着申请博士班呢 那申请博士班 他说那你怎么不找我写推荐信呢 我说我已经有了三封推荐信了 他说那我帮你写第四封 还有中老师这样子 帮我写第四封 第四封呢 那当然后来回来 我一讲说 哎那这个倒是 就很 就觉得谈判的很重要 就开始研究 刚刚好呢 有一次我有机会碰到马英九 马英九那时候负责国民党 跟党外的这个沟通啊 这马英九也跟我讲 说现在谈判越来越重要 你现在研究谈判 这方面这个 再加码劲 那于是我就觉得 哎这可以变成一个 可以做的一个方式啊 然后后来有一次 刚回台湾的时候比较闲啊 比较闲 有一次就是 这个这个 有一个基金会呢 接待一些外国教授 我刚才把我找去当领队 我那时候比较闲嘛 那领队就碰到 一个外国的教授 他也说 哎他想 他是想说 把他们学校的一些老师啊 附近的产业界 带到台湾来参访 他说我们办个国际会议 那我说那你 你学什么呢 他说他是念这个 跨文化沟通 我说我念跨文化谈判 那不是正好吗 所以我们在 1989年 我们就办了台湾第一个 叫跨文化沟通与谈判研讨会 这个办法 那在袁山范地办完以后呢 很多人发现 原来台湾有人在研究谈判啊 那我开始跑来找我 说你们教我们谈判啊 什么的 然后这样才被带到企业界啊 为什么我就在讲说 讲到这个事情 因为这有点缘分就是 今天呢 我刚好是在一个会议上 我是溜出来给你们做演讲 那个会议是什么呢 在德国汉堡 全世界大约有将近 二十五六个学者嘛 我们一人写个chapter 写本书 讲到中国谈判的行为 那我也写个chapter 但我现在说安排 我present摆在明天 那明天呢 结果他那个主持人 刚好就是我以前的老师 温顶老师 还有一个 他已经八十几岁了 还有一个老师 是一个法国人 他们两个共同主持 我们在汉堡开会 那会议的时间是 台湾时间下午四点钟 到半夜十二点 半夜十二点 那我看到 今天下午 别人在present 我就溜出来 跟他做演讲 等下下课以后 我再上到那边的网 我再回到汉堡去 再看看那边 都已经present到什么地步了 感谢感谢教授 那我们现在 就要再出个考题给您 就是我们有 有伙伴在问说 老师你有没有 搞砸过的谈判 然后你的lesson learn 是什么 其实啊 其实很多他们 我们也不见得 每一个都会成 其实有的时候 当你没有筹码的时候 当你会碰到 有人跟你欢 比如说我们在 我们有个顾应其名了 比如我们在学校里面 我们也希望通过 一个什么案子 那些committee里面的人 我也觉得跟他们 很沟通很好 沟通时候都很好 然后请客吃饭也都来 对不对 最后票就投不出来 你不觉得你挫折吗 你不觉得你挫折吗 就差一票 哪个人跑票我也知道 那我 但是你 你当然讲说 你既然票不投给我 你干嘛来吃饭 你反过来讲 他就是想 我如果不吃饭 你不就知道 我不会投你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也会有挫折过 但是也没有办法 因为每个人 都有本位主义 每个人对我 他的想法 你说我在推我的案子 我有没有 我的私心呢 我当然也有 但是我觉得我的私心 我的工大于私 可是他们也许 在我看来 他们私大于工 不过那都事情过了 我们也不见得 每次都成的 你知道吗 那你买房子 也有算错的 对不对 我闷中介一下 结果被别人强掉了 被别人买掉 也有啊 也有啊 所以我们也都是 在这经历 然后去检证 检验说 那哪理论上是 那哪一块 这地方不对了 哪一块 跟我学的不太一样 所以慢慢慢慢的 我觉得是可以累积 其实我们现在 大家每个人都想 最想看的 就是你今天一开始 提的问题 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 到底怎么谈 现在谁也不想谈 谁也不想谈 当谁也不想谈的时候呢 谈判都是讲假的 那就看看他最后怎么谈 怎么谈得出来 那又是一个 漫长的路要走 但是他们一边谈 我们一边学 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我觉得谈判 是永远学不完的 也是很有趣的东西 对确实是 那所以说 在这样过程里面 教授分享了 这个被跑票的 说是 所以是您 很难忘的谈判case吗 还是你还有其他 难忘的谈判的case 可以分享给我们 其实大大小小 你一路走来 当然有很多了 你其实我觉得很多人 问我其实最难谈的 比如说你跟你的亲人 最难谈 对不对 但是我的亲人还好 但是很多同学跟我讲到 很多问我一些 剖析的问题啊 一些年轻人跟爸妈之间的吵架了 这是最难谈的 这是实话 但是我们只是 我也不能保证你每次都成 但是我们只是教你一个 比较容易好的方法 那我自己的话 当然 其实有时也忘记了 因为大大小小很多事情 我也没有特别的印象 因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成功 但是我觉得 因为成功不小心就成功了 也就过去了 因为常常有人问说 你学了谈判在家里 应该都谈成吗 我的标准答案是 在家里我从来不谈 但是如果说你的谈判的武功 不小心发出来那另当别论 你的技巧不可能用出来 另当别论 但通常我们讲 不要刻意的着相 你要用心去谈 你这个人就太有心机了 但我们只是想解题 我们只是想解题 所以他基本上 同学不要有任何心理障碍 只是解题而已 不是说我们要算机别人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所以这是一种内功 就是说你看得到这个局 这个局 对方在走什么步子 然后自己心里了然 而且我在赢的时候 我也不全赢 即使我输了 我也知道我赢了哪里 是这样子吧 对 就是起码你 你问到一个很好的问题 常常很多人 如果你没有正式学谈判的话 你赢是赢的糊里糊涂 死之死都莫名其妙 但是你学了谈判以后 你起码知道赢在哪里 你死在哪里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是 是的 是的 我心里也是有一个负担 就是教授等等 还要赶回去参加 他会议 那现在已经10点12分了 我想说现场是不是还有 各位亲爱的伙伴跟社友们 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有问题的话 尽快写下来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可能就要放我们教授回去参加那个会议 让他辛苦了 现场各位还没有什么问题呢 不好意思 是请说 不好意思 因为我觉得打字太多 所以我想直接问 没问题 因为我现在还是学生 然后因为我过去有上过 一样是谈判的课程 然后我自己觉得对谈判的整个概况 我可能就稍微了解 然后那时候的课程结尾的部分是 我们有做一个 鸿海跟东芝那时候谈判的演练 就是说我是那时候是做鸿海方 然后跟东芝方去做谈判的演练 所以就是在那个过程中 我其实发现说 我可能谈判的感觉 我稍微抓得到 但是对于一些公司的运作 企业的运作 我可能不是很了解 然后刚刚教授我讲到 就是说从30走到60 然后蚁团消失了 那它有一个可能原因 是出现一个饼 就是把蚁挖走 我不知道 因为我有想过一个情况 可能是甲跟饼 其实是沟通好的 然后利用饼这个出现 然后再让 因为通常出现一个 假如说我现在是一番号 那出现一个饼方跟我谈条件 然后想要把我拉过去 那我一定会想要得到更多利益 所以再找回去跟甲谈说 诶 饼给我了什么东西 那你如果没有办法给我更多东西 我可能会跟饼合作 那我想问一下说 有没有一个可能是 甲跟饼其实串通好的 就是现在有没有 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你说甲和饼串通好 我问不是以和饼串通好 应该是说 一定是以和饼串好 然后以告诉甲说 有别人要娶我了 所以你拼金要加一点 不然我就嫁给别人了 对不对 是是是 你原来是这个 应该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有点错误 对对对 应该是这个意思 但这个意思的 这真的是有没有风险 有风险 有风险 因为甲如果觉得到时候 那这样子 那你嫁给饼好了 你就跟饼好了 那你就玩错了 对不对 你就玩错了 而且而且我觉得因为你还是学生啊 我是我是觉得这个这个呃 你们那个case玩的对你们来讲太深了一点 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晓公司内部的运作 你也不晓那个局players太多 太多就是比如说公司的复杂 因为所以那个case是可以做讨论case 要你们做演练啊 常常我觉得就就练不出谈判的技巧 因为最大的问题就是练了半天 你还假装就花时间了解他们内部的情形怎么样 然后外面有什么人会忽然怎么样 各种状况模拟 模拟又不对 因为你们没有实物经验 对你来讲这个case太深了 可惜了一点 但你如果做好好的做 做把它当case study写 写一个报告来分析这个工作坊来讨论的东西 这个反而会比较好 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也花蛮多的时间 然后还有因为我们的制造老师 有一位是日月光旗下的一个前辈这样 所以还稍微稍微有 所以他有带食物经验给你们就还好 要不然的话就怕大家都没食物经验 就是可惜了 因为我们那时候谈判也是谈一整天 好那我问题就是教授会答 有帮我解决到问题 谢谢教授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教授的内功 他可以很浅显的跟我们解说 也可以很深度的探讨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放过教授 因为下面那题很难 我再慢慢探索 题目是老师跟师母 谁比较会谈判 这个问题 当然是我太太会谈了 但还有人讲吗 永远都是在先生书 这个是表面上的答案 所以各位谈判的高手中手跟低手们 要记得老师的回答 就是表面上是要让双赢 对不对 然后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共同信任的基础 赢书都不是最重要的 而是怎么样共同继续走下去 所以教授 我觉得今天实在是 太感谢您 波龙给我们这样子的宝贵的经验分享 时间已经比较迟了 那我们就一起公送教授 然后我想还有一点下堂课的一个资讯的分享 所以我们大家跟教授鼓掌 松松一下教授 谢谢您 谢谢教授 祝您开会愉快 谢谢您的分享 非常感谢 教授 谢谢 教授好棒 好棒好棒 谢谢教授 OK 那各位亲爱的就是社友们 我现在分享一下我们下一堂课的这个 来来下一堂课来分享讲座的教授 我们预计会在预计会在2022年6月13号 也就是6月份的第6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一 也就是请到中型一政大前校长来为我们分享 他近期出的一本新书叫做 中美汇流大未来 那他怎么样就一个地缘政治宏观经济 以及企业经营趋势这样子的一个主题之下 来探讨近日发生的一些恶务战争 以及中美的这个汇率的一个升高 升息等等这些的比较复杂 错综复杂的问题 所以其他大家共同就是在播拢来参与我们这样子的论坛时间 谢谢各位 欢迎有任何问题在我们的社群里面发问 好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哦 谢谢我们共同一起就是在执行付出的团队 陈玉娇 红世松 欧阳仁杰 张指纹以及中小军 谢谢各位 那祝各位晚安 我们下次见咯 谢谢神珠老师晚安 谢谢你 谢谢大家 祝大家晚安 晚安 谢谢 谢谢 好玩哦 谢谢 那我们就退出会议了 谢谢各位 祝各位晚安 我觉得最讨厌的就是在这个时候 因为我都点不了离开 点不了离开 好来我暂停一下分享 你可能就可以点离开了 好 为什么呢 停止分享 没有错 然后点得了离开了吗 Are you ok 可以了吗 你点一个叫结束键 就可以退出了 谢谢 拜拜